一篇 走 非常漂亮 兩個人的起跳力量非常好 對 对 75.84 身高上是有一定的差 这队也有同样的问题啊 看一看他们怎么来处理 河北209的黄展鹏和李俊良 他们也是有起跳上面的一些 一前一后 打了一个时间差 这样的话呢 让最后的入水能够达到遗址 是的 这样的节奏 同步分就很难上到8分 是的 总分呢 这一组的分数是45分 还是偏低的 好 第二个动作呢 还剩下最后的两组 咱们来看一看 嗯 杨志豪和曾俊杰 来看一下他们的跑台 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他们有身高上的差距 所以同步性上总会欠缺一点 但是在个人的技术动作上 处理的还是不错 对 空中的 高度小队员还是稍微低一点点 嗯 67点50 选手江苏卡尔美的黄飞龙和四川周克的唐天天 黄飞龙也是国字号选手 是的 207C 207C 非常漂亮 可以 这样的状态 是的 空中的抱腿姿态就非常漂亮 78.21 要上领党牌 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 看一看杨志豪和曾俊杰 407C 打开 到 2个人的个人技术动作上其实发挥的还不错 但是同步性上就看起来会比较难受一点 我们起跳可是有一点点前后 67点20 选手呢在他们的这个比赛中呢 也没有说有特别好的发挥 只是一个中规中矩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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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